大家好,我是FM 今天為你介紹蛇好篇 《海上世界藝術館》和《麗龍烤肉》 乘地鐵是要在海上世界A出口 然後就會看到這艘船 現在新多了這個燈飾 如果晚上來看會比較漂亮 可以望望周圍的環境 跟以前差不多 這邊也有很多不同的食事 晚上這個燈飾會很漂亮 這裡就是海上世界的船 晚上有一個音樂噴泉的表演 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時段 每天都有第一場是由7點才開始 這間《龍家記》 三年前這間《龍家記》剛開張的時候 我們就過來這裡吃飯 這麼快就關門了 因為開張的時候是半價 我會看到一片粉紅色的花海 然後就走到商場下面對面的公園 看到開滿了揚子驚花 我這個時間就沒有人 看到有人帶著一隻很聰明的狗來放狗 這個景真的很漂亮 走到一個公園 全部都開滿了揚子驚花 全部都是粉紅色 很漂亮 除了揚子驚花 很漂亮 很漂亮 除了揚子驚花 除了揚子驚花 還有立馬丹 賞完花 走到海上世界的商場 沿著商場走到藝術館方向 看到藝術品 藝術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展品 其中一個館要收90元 看這個波波流出來的動物 其實在外面也看到 所以我沒有進去 這些波波流出來的動物 其實都蠻可愛的 而且是很大型的 最高的那隻有三層樓 就是這隻白套 除了這些展品之外 其實它周圍都有不同的藝術裝飾 例如這棵樹 去這些地方 其實是供人免費參觀和休息 也不收錢 我覺得值得進去看看和參觀一下 因為裡面很有特色的設計 走出一個博物館後 就看到這裡手調咖啡 然後有些人坐著一張椅子 在這裡對著海 很舒服 這間車仔 就是買一個手沖的咖啡 提供了椅子 桌子 讓你對著海來喝咖啡 就是對著這片海景 喝著咖啡 吹著海風 其實很舒服 很舒服 很漂亮 沿著海邊 就由另一個公園 就回到剛剛海上世界的地方 就看到一片花海 這間公園 我上次來也是重複了 這麼漂亮的花 又回到海上世界 這間是7時 就會有一場 第一場的音樂頻傳表演 剛才的武士牌 起碼有三場 後面也是一些食肆 後面也是 晚上漂亮很多 我會建議大家晚上來這裡拍照 這裡看到很多黃花風 螢幕開得很漂亮 今天會試泥爐烤肉 今天我去了 這邊就是泥爐烤肉 今天在大眾點評 買了一個套餐 98元 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也是用炭河絲 這個套餐裡 包含了一個 鮮製的肥油 五花肉 雞胸肉 石子 烤茄子 還有烤土豆 生菜 兩位的茶水 烤茄子已經很快來到 這個青島 也是十元買一做一 也挺划算的 今天就點了一個餐之外 我再點了半瓦 烤生蠔 現在呢 因為不欠幾 我點了三十元 有六隻烤蠔 烤蠔很漂亮 每隻都被冤了 很划算 這餐總共138元 喜歡我這段影片請按訂閱、讚好和分享 拜拜